县议员简俊廷在今日的总质询中 针对草藤镇北投理西州杯水浚 台水滬岸工程迟迟无法进行 导致梅雨豪雨 北投理的连外道路就会淹大水 希望县府相关单位能够设法改善 如果经费不足 也请相关单位积极争取中央的经费实作 保障居民以及用度人生命财产的安全 管政务也不再做 不然你也要保重央来做 结果你们都解除类伴 说目前没有必要 这浪货才有危险 没有浪货当然都不危险 你不要丹哥说浪货的时候 交通漫移的时候没关系 车软到人员去发生事情 我们这来说当初不做 我希望你要求公务处也好 一定要生平办法 我们女选 母女选 跟同样交 县议员李周中则针对鸟嘴潭书郡 占治区使用到11笔国有土地 承租户的土地 却无相关补偿办法 希望县府相关单位能够处理 建议能够给承租的地主 有补偿的机制 保障土地承租人的权益 我们有开鸟嘴潭输进战治区 队治区 这个说明会有11笔土地要输用到 很多方式都要他们的土地都给官府用了 那部分已经全部都是国産局的土地 在今日的议程中 县议员简俊廷以及李周中 分别针对草团排水建设 以及鸟嘴潭相关工程提出建言 希望相关单位能够尽速办理 保障相亲的权益 记者陈伟一南投县议会采访报道